《金錢YESNO》 又來到《金錢YESNO》這個環節 又找到兩位好朋友 包括有官面理財事工協會總幹事潘錦錢Peter 以及我們的理財專家李兆權博士Dr.El 和我們理財專家李兆權博士Dr.El 和你講一下關於怎樣 怎樣是日常當中去學習理財管理好自己的財富 做一個忠心有良善的好管家 Peter 我最近也有個問題 發覺很多朋友和我一樣都收到電話 這些電話是商識的銀行 即是用銀行打電話來說 你現在肯借錢的話 三日後我們馬上有幾十萬 一百萬借給你 這個情況似乎最近可能銀行水浸 所以經常出現 就是常日有人問你借不借錢 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呢 Peter 其實在現實社會裏面 借錢不是容易的 為什麼銀行不斷向你通電話 要求你向他借錢呢 又或者甚至透過廣告 要求你向他借錢 其實我們細心想想 你會很容易明白 其實他是為了自己利益著想 說到易借而還 看上去好像很容易 但其實在借錢的背後 我們也有很多東西留意 不單只橫款的能力 甚至可能是息率 其實最重要的是 借錢對於理財上來說 是一回什麼事 其實你剛才說得很好 借錢有些像 你聽到電話打電話 你借不借 這樣好像很容易借 但借了其實什麼意思呢 就等於你買入了債務 什麼意思呢 就算你的筆錢去到手 其實錢也不是你的 因為你根本看資產負債表 其實你都是欠人 其實筆錢就不是自己 無端端作出借貸 似乎在理財上不是很正確 但很多朋友都說 我借錢回來 我不是炒一些高風險的股票 我就是買債券 起碼擺銀行 可能息率也沒有那麼高 聽上去好像很合情合理 真的拿錢回來 我再去分配投資 如果你投資成功 固然沒有問題 如果投資失敗 你怎麼辦 一個人做事 你不是只想正面 還要想負面 我看到一個廣告 其實影響很大 他說易借易還 其實世上 怎麼會有易借易還 那一回事呢 你借入了錢 你要想著怎樣還錢給別人 你想著怎樣還錢給別人 你會越來越日不夫之 十個鞏九個越來越慘 既然借錢對我來說要這麼小心 但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真的去借錢 真的去做一些融資 或者可能在財務上的一些調配呢 Fran,你真的問得好 老實說 我們在現實生活 有時候買樓 都沒有理由一大塊幾百萬拿出來 那些真的要借 但你問得好 這個原則是怎樣 我覺得第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借錢 不要當是一個憑上的習慣 應該是一種例外 就是說不應該平時不輕鬆去借錢 第二當然 如果你買樓 你主要是自住 自己住 那是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當然這個原則都可以 而且買樓的資產 是真的自己的資產 即是你供掉之後 那資產是自己的 還有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 都要計算一下 究竟負擔能力 是否都足夠呢 如果你說供樓 可能供二十年 三十年甚至 那是否未來二三十年 你自己的收入會是足夠穩定 去慢慢供呢 再加上當然 一定不可以影響家 你供樓的開支 還有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即是有一個好的計劃 從而令到你想著 就算二十年也好 就算三十年還錢也好 都可以買一個計劃 循序漸進 將這個貸款 盡快去清還 我覺得這樣的原則底下 都可以借錢 正如你以往都做很多年生意 我相信這間公司 如果要借錢或貸款 其實都有一個很詳盡的計劃 不是像現在這樣 很簡單 有時人們打電話給你 三五秒就決定 借不借五六十萬 是否要計劃 部署好 先去借錢呢 當然 我們其實首要的任務 就是會研究一下 借錢是買一些資產 還是借錢來消費 如果借錢來登席買一些資產 我們在這方面 還要計算一下 我們的計劃是怎樣做的 但如果我們買借錢來消費 這個我們絕對不會做 因為借錢來消費 就是花了錢去 所以那個二借二還 就變成二借的難還 因為你借錢回來 並不是可能再投資 而是可能是消費了 或者是用在一些物件上 其實都是一些債務 買入了這些債務 這個大家要留意 正如聖經中說 在針言二二章七節說 財主管轄窮人 欠債的作債主的勞博 所以盡可以避免的話 都不要做勞博 成為別人的一個控制 這個大家要默切留意 好 這個時候讓我Dr.L 和大家總結一下 剛剛聽完這麼多的內容 其實剛才說起買入債務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這裡詳細一點 和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買了一些資產 以為是資產 實際如果你借錢買這個資產 實際就是等於買了債務 當然啦 如果那個資產 它不是升值 反而是貶值的話 其實你想想 你背負債 你都繼續還那筆錢 而那個資產值 可能慢慢減少 甚至不值錢 譬如我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很多人借錢買車 當然也不說沒有後飛 但是借錢買車 新車落地就沒有三成 但是你的新的借貸 不會少三成 那你繼續都是要還的 所以其實這個看錢 買了一輛車的資產 其實價值馬上少了很多 但是你的債務 是比資產更加多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這是買入債務 當然啦 除非你真的很肯定 你有足夠的還款能力 還有是有這樣的負擔能力 才好用借錢去買車 或者買一些所謂的消費品 而另一邊商 我們就特別 剛才我們也說過 就是我們借錢 如果是買一些有價值的資產 都可以接受 譬如買樓 當然啦 因為買樓可能和你二三百萬 甚至幾百萬 如果你供款能力是可以的 你賺錢能力是可以的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 接受得到的方案 但如果你借錢買一些消費品 也就是剛才所說的 借錢消費 根據剛才的說法 就等於真真正正買入債務 因為借錢消費 那樣東西不是資產 你借了錢 消費就用了 用了就沒有了 例如吃東西就用了 吃了就沒有了 但債務依然是存在的 有關債務 你依然都是要負擔要還的 所以你想想 你借錢來消費 其實最後 就真真正正買入債務 這個是無法無價的